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是久違的試色影片 我超級開心要拍今天這部影片的 因為我要來拍的是 Tiffany她跟FreshYoutube她們家的聯名唇膏 這是我昨天才收到的 我前幾天如果你有追蹤我IG的朋友們 應該知道就是我去台東玩 結果我一回家的隔一天我就收到 她寄來的就是小禮物 我超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身為就是同事Youtuber的好朋友 每次看到就是大家有一些新的作品 我都覺得替大家很開心 我希望在上市之前可以讓大家參考 擦在我嘴巴上的感覺 這樣你們就可以挑選說 哪一個顏色最對你的胃口 那這次他們的聯名主打的是 經典私藏鮮奶茶系列 這一個系列我真的覺得超級可愛的 那產品的名稱呢叫做 迷霧特調奶霜絲柔唇膏 那我收到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用這個鮮奶茶的 這個盒子裝起來 這真的是無敵可愛 我收到的時候整個就覺得說 天啊這個包裝真的是很用心的設計耶 那它裡面呢 我收到總共四個顏色 那唇膏的外包裝有一個珍珠奶茶在上面 真的是非常可愛的設計 我前幾天在台東的時候就有看到 Tiffany的試色影片 我就覺得說天啊 這一系列的唇膏真的很漂亮 結果沒想到我回來就收到了 我真的超開心的 Tiffany我知道你一定會看這部影片 真的是 我收到真的很開心 那這一系列總共是四個顏色 這四個色號裡面 其中有一款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顏色 是我嘴巴上的這個顏色 我等一下最後再跟你們公布是哪一個色號 好那就讓你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進入試色的片段吧 你那麼多也會看這部影片 我用車子和腳掌握的 你能幫你拍子 你得到沒有 好那看完前面的試色影片不曉得有沒有哪一支唇膏最對你的胃口 那我來快速的總結我對這四支唇膏的心得 好那首先這個可可真果納提呢 我覺得這個顏色呢它適合的是喜歡重口味彩妝的朋友們 因為我覺得它畫在手上的顏色看起來好像沒有很深 可是我自己上在嘴巴上的時候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給人的感覺還蠻強烈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喜歡的唇膏顏色就是比較重的朋友們 我覺得這一款你會很喜歡 這個顏色就是走比較歐美風有點前衛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這個是紅烏龍深乳納提 這個顏色它是長這樣 這個顏色擦在嘴巴上我覺得它有點偏芭比粉的感覺 就是很適合皮膚比較白的女生 你擦上去應該會看起來更白 這一系列的顏色我覺得它擦在手上的感覺 跟畫在唇上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你們要拉回去前面的試色影片 參考一下我擦在嘴巴上面的感覺 你們會比較能夠想像說 如果你自己擦起來的感覺大概是怎樣 好下面一個顏色呢 嗯我的手好像有點慢了 我把它畫在這邊好了 這個 這個顏色呢是蘋果肉桂納提 我像這個姿勢試色很奇怪 這個顏色它上在嘴唇上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紅唇 就是假設說你從來沒有擁有過一支紅色唇膏 而且你是第一次想要入手 你又怕紅唇是不是好像太強烈 我覺得就可以買這一支 因為它擦在嘴巴上的感覺 我覺得它不會像是可能光澤感啊 或者是一般市面上的那種紅唇這麼的搶眼 因為有時候畫紅唇你會覺得說 哎呦好像大家都會注意到我的嘴唇 就是真的很紅很紅 可是它這個紅唇我覺得它是有種低調的紅 它不會給人家那麼兇那麼性感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大家平常都可以駕馭的紅色唇膏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支呢 就是我嘴巴上這個顏色 也是我本人 就是這四個顏色裡面我覺得我最喜歡的 它叫做街古木玫瑰納鐵 我跟你說Facial Tour的就是文案啊 或者是行銷的朋友們 你們真的是取名字取得非常好 或者是這應該是Tiffany也一起想的 這個名字真的是聽起來很好吃欸 這個顏色我真的覺得它超級好看的 我覺得它適合各種膚色 我現在的姿勢非常的奇怪 這個顏色我覺得今天不管我穿任何一幅畫 任何各種不同的妝容都非常的襯膚色 我昨天已經有擦這個街古木玫瑰納鐵出門了 我覺得它持久度很不錯 就是我出門大概四五個小時 它都不太會掉 那你如果有吃東西的時候 它斑駁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的就是霧面唇膏斑駁的很醜 我看Tiffany的試色影片 它裡面也有提到說 它不會跟著你的屎皮這樣子斑駁掉下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用起來的感覺是很舒適的 那平常在擦唇膏 我自己有一個非常care的點 就是它如果出去一整天的時候 它會不會在你的嘴唇的內圈 出現一個跟口水結合 一個白白柔柔霧霧的 就是質地卡 在你的唇的內圓 如果你是有常常在擦唇膏的朋友們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不曉得那個東西究竟要稱呼為什麼東西 反正它就是會一個很醜的東西 卡在你的唇內 尤其是霧面唇膏 它特別容易出現這個狀況 但是呢 這支唇膏我覺得它的表現很不錯 它只有出現就是非常非常的些微 大概只有 如果滿分是十分的話 我覺得它大概只有一分吧 就是它在唇內會出現淺淺的一個痕跡 真的要 就是你要自己把你的嘴唇這樣捏下來 然後在那邊看鏡子 你才會發現說 我的嘴唇出現了一條細細的線 這平常是霧面唇膏跟光澤感的唇膏都會畫的人 那這一系列呢 我覺得它霧面的質地表現非常好 它有霧面唇膏該出現的優點 但是少了很多霧面唇膏常出現的缺點 例如說很容易卡唇紋啊 很容易出現那個白白的線啊 或者是讓你的皮膚很不舒服啊 的那一種感覺 我覺得基本上在這支唇膏都沒有出現 所以這一系列中 如果有你們特別喜歡的顏色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入手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 這個截骨木玫瑰納體 一定會成我的go to lipstick 那我看一下 它的價錢呢 一支官網的售價是$499 如果是四入的話是$1599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找自己的姐妹淘門一起入手 那通常霧面唇膏會很難卸 我自己覺得這支唇膏算是還蠻好卸的 你們看 我的手 只出現微微的痕跡 像是剛剛中間這個淺色的 幾乎根本就沒有留下痕跡 如果是唇膏顏色比較重的 就是會稍微需要可能再多擦個幾下 可是基本上呢 它不是那一種會真的是超級難卸的唇膏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色影片 希望對大家在挑選上面有幫助 Tiffany她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女孩 所以我相信她在研發這些聯名款啊 不管是之前的衣服啊 或者是現在的唇膏 我相信她一定都是非常用心的在挑選這些東西 所以我真的是 就是 我真的很開心 我替Tiffany也感到我非常的開心 就是 真的是她用心生出來的寶寶們 真的是 很棒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你們一個喜歡 那如果是新朋友還沒有加入過我頻道的話 記得點旁邊的人頭點下去 就可以在每個禮拜的晚上10點 不定時看到我美根的影片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點旁邊的播放信賴 點下去就可以看到啦 那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跟Facebook Megasco 才可以準時收到我的所有消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